新冠肺炎的影帝湯漢詩 在其中一出代表作《亞金正傳道》說過 生活就好像一盒朱古力 你永遠不知道你會得到些什麼 新冠肺炎的確診者名單 一樣令人意想不到 至少確診者本人 就想都沒想過會中招了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太太格雷瓜爾 澳洲內政部長達頓 應超球隊亞斯利諾領隊亞迪達 先後確診感染新冠肺炎 連同NBA球星高拔 以及球星盧加尼、湯漢詩夫婦等 全球確診病例已經突破12萬 超過4,600人死亡 都未計那些隱形傳播 其實單單在過去兩個星期 病例在中國以外地方增加了13倍 超過110個國家或地區爆疫 根本不用等世衛宣布 新冠肺炎疫情 早已全球大流行了很久 香港今天又再多一宗 新冠肺炎死亡個案 一個80歲確診老翁 今晚因為病情惡化而離世 令香港的累計死亡個案增加至4宗 各位不死亡的話 應該記得港官早排自認聰 說香港確診數字比南韓、日本、新加坡低 是政府果斷抗疫措施有效的 事實證明港官不只看輕了疫情 還要一無事處到 什麼都可以拿來認聰 正如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 傳染病學講座教授袁國勇說 大家都沒有吸取SARS教訓 SARS在2003年2月下旬傳入香港 跟手就在社區大爆發 之後香港被列為疫區 直到同年6月 才被世衛除名 前後經歷了漫長的4個月 今時今日的港官 沒有最無能 只有更無能 憑什麼厲害不切 扣出來邀功 港官對防疫玩玩一下 一美認厲害 隔離措施就不湯不水 對來自疫情嚴重地區的旅客 採取隔離 其他歐美旅客 就可以在香港四圍騰 內地來港民憑試考生 就拒絕入境 港官防疫做點不做點 港人指望港官防疫 聽壯大板都行 不幸的是 港官面對疫情 起了錯誤的示範作用 間接令市民對防疫調以輕心 近來不少人趁虛地來過大解放 沒有趙行山 沒有趙殺入離島玩 旺區食市又重現堂食的人流等 反映了市民防疫意識大鬆懈 不是將衛生專家的提醒 當耳邊峰 就是放屁 眼叫不少國家取消港人免簽證待遇 專家又說年底前都不好外遊 於是索性消極處世 日與香港放鬆7天可以變成南韓 放鬆1個月可以變成武漢 不足夠再放鬆3個月 有機會變成意大利 到時不用走出香港 都可以環遊世界 有人說香港因為經歷過沙士 有基本的衛生防疫意識打底 所以這次新冠肺炎在香港才沒有大爆發 說對了一半 但大家不妨看那些缺乏功德心人士 找壽司碰水龍頭 食肆筷筒裡的筷子 放在自己脫了出來的口罩 再下評語都未遲 新冠肺炎在香港沒有爆到像意大利那樣 或者應該要感謝港官過去的母校管治 大家有眼見 新冠肺炎確診者不是加拿大第一夫人 就是周身等於不少打工仔 整年人工有多的球星 通通非富則貴 這個病連環KO明星名人 簡直是富貴病感款 現在不少人都抱著 沒甚麼事就少點出街 免事染疫的心態 偏偏到目前為止 香港仍然未有中日榴槤街頭 連口罩都不方可以日入換的老宿者確診 反而貴為馬主、開時裝譜 又或者有閒錢去埃及、印度旅遊的人士 眾小者一個接一個 你說怎能夠不感謝這個政府回歸以來的努力呢? 不是他們將每七個港人一個窮的數字 惡化到每五個港人一個窮 你和我都一早在流鼻水兼發燒 乾咳啦 所以無能港官下次認聰 不妨參考一下上述的內容 今集講到這裏 多謝收看 請問一下